對促使臺二十六縣開通 滿洲和牡丹鄉組成的守護阿朗一 開闢臺二十六縣製救委員會 結合臺東縣達仁鄉共五百多位鄉民 前往屏東縣政府抗議 因為屏東縣府以環保為訴求 為了保存阿朗一古道 屏東縣政府將阿朗一古道化為保護區 與爭取明年初將遜海制 官因彼斷公告為永久自然地景保留區 這樣的舉動引起當地滿洲牡丹鄉 以及臺東達仁鄉居民不滿 認為沒有尊重原住民族基本法二十二條的精神 我們保留區的心臟 保留區的心臟 是這個公平的心臟 關於臺二十六縣的開闢 我們鄉民的立場非常清楚 我們不求快 我們不求大 只想要在環保的立場下只求有一條 大家都可以任何的通路 我們只求一個 不要快 也不要很大 我們有一個真的要一個通路 由於抗議民眾情緒激動 現場爆發嚴重警民推擊衝突 一名抗議者丟雞蛋遭到逮捕 警民在縣府大門口對峙 最後在多位縣議員與縣府秘書長中嘉制協調下 並收下抗議書 答應在最短的時間內 由縣長和兩縣議員鄉民代表自救會代表等人面對面協商 你們的訴求 抗議我請問 收起來 將來我會向官長相識報告 今天我們有四五百的鄉親來這裡 抗議你們的訴求的意見是甚麼 我會向官長相識報告 在一個時間的時候 一些地方上的民營因素 和官長好好來談 向你們的訴求 就這個機會相識來 講清楚所明白 旭海 觀音比暫定為自然地景保留區 將在明年元月底期滿 在環保與經濟發展以及民生需要的拉扯之下 在屏東出現居民要開路 縣政府卻不要開路的衝突 在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彈 要求開通道路的情況下 未來是否成為永久自然地景保留區 還充滿著變數 記者柯舍屏東市採訪報導